毛毛 看起來毛毛很毛有沒有 該去一點點 嗯 軟 清界那個夾蒜而已 你們划剪有問題嗎 沒上過課的 老師這樣失敗你們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有 剪刀拿到了之後就不會划了 沒有上過課啊 會好不好 嗯 老師是說沒有上過課的 沒有上過課的 沒有上過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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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客人用 然後客人的反應如何 同學 有有 你幫客人 拿這把剪刀 幫客人剪頭髮 客人什麼感覺 那個沒感覺 那個沒感覺 那個沒感覺不是 也是剪頭髮的時候 沒有感覺到在剪頭髮 嗯 嗯 不像會扯你頭髮 有些 有滑動剪刀 三步子都會扯到嘛 對 不然是在剪頭髮的時候 會有摔摔摔摔的聲音啊 嗯 用光剪來剪的話 就不會有那個 摔摔摔的聲音 我都有 我都有學老師 要先問說我感覺 哈哈 哈哈 那客人怎麼說 你不能用日語講呢 你要用 你要用 他還可以說 我要去找這個生意師剪頭髮 我要扯我頭髮 其實他們客人被扯的時候 他們只是忍耐不說而已 對 可是被你剪是很舒服 是來放鬆的話 他就下次想想再找你剪頭髮這樣子 可是他 他有讓你剪過之後 他下次去讓別人剪了之後 他就會不習慣 他又會回來找你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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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九 沒有 百分之九十九 沒有 這邊百分之九十九 也沒有剪過 呵呵呵呵 不要 太可笑了 坐下 馬馬來就不 按一下 你可以 不用擔了 可以 站起來一下 普通の方法 笑 這是一個包裹的髮型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一面的有沒有 我們這邊如果有空間的話 他整個髮型會看起來更好看 你從側面看 有沒有直直 頭扁扁的 是不是扁扁的 頭直直的 如果我們中層頂層 我們想要讓他看起來可以膨一點 頭遠一點比較好看 我們頸部的地方想讓他收一點 這樣頭才會漂亮 這樣我們整個頭就很遠很漂亮 我們現在來剪給大家看 頸部的地方 我們想要讓他把量少一點 讓他收一點 收到頸部一點 所以我們就是高層次 滑簡方式來下刀 由上往下 高層次的方向來下刀 好 我問貝姐的感覺如何 好嗎 沒問題 什麼感覺 太早了 太早 有時機的 有時機點 不用緊張 這一定會怎樣 那個模特兒那時候 他一直想剪斷 哪一個 可以去動到 好 我幫你剪斷 好嗎 好嗎 好 那這裡 最好是 要剪斷 這邊剪斷 OK嗎 這裡 用划剪的話 可能沒那麼多 我們現在 剛才那個老師跟我說 他可以再剪短一點 所以我們就 大力的幫他剪下去 讓他脖子這邊收進去一點 要剪斷 因為他想要再短一點也OK 這個客人是可以接受的 水槍 當老師噴水的時候 就是要很大力的剪 哈哈哈哈 就是要把整個 因為我們要划剪的話 可能沒辦法那麼服貼 我們想讓他頸部 頭型這樣才會漂亮 甘髮的時候你們就可以很心難 然後噴水的時候你們就 要稍微 緊張一下 欸沒有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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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剪了一個低層次的包裹髮型 很多人在頸部都把它剪成低層次去了 可是頭髮髮質粗然後量又多 如果在頸部的地方你剪低層次的話 我們的頸部會變得太重了 不好看 我們的頭已經夠扁了 然後下面又膨起來又太重了 頂層已經變了嘛 所以整個頭型不好看 就會像剛才一樣整個頭是直直的扁扁的 所以我們中層頂層剪低層次 我們頸部一定要讓它服貼進去 想要讓它服貼這樣整個頭型才會好看 所以我們只有在頂層 中層跟頂層剪低層次而已 頸部的地方 這樣對亞洲人的頭型剪起來才會好看 一樣跟剛才的方式一樣先往上提 上面這一區剪好了有沒有 然後下一個 然後高中低的位置 稍微低一點 比剛才低一個位置再低一點 然後下一個 然後就把它放下來 然後就把它放下來 第三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 然後就把它放下來 這樣剪完之後 它整個頸部都貼進去了 另外一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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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先往上提 然後放下來 然後中間的位置 然後放下來 然後中間的位置 然後就放下來 低的位置 左右不同的看得出來嗎 有沒有 右邊剪好的地方 整個服貼進去了 另外一邊 還是有點厚 膨膨的感覺 沒有服貼感 所以這邊也是 先往頭往上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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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出現了嘛 右邊那邊是引導嘛 剪掉 然後放下來 然後放下來 然後中間的位置 然後下一個把片 引導在右側那邊有看到 然後再往下 再往下 這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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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們用這個 削刀的那種 的感覺 柔軟 是不是很柔和 整個線條很柔和 用剪刀剪的話 它的線條會比較硬一點 用高打拔量的打拔來用的話 很容易 很簡單就可以剪出這個 很柔和 服貼一點的那個髮型 然後稍微輪廓再把它調整一下 我們再來檢查一下 我們再來檢查一下 有沒有它鋸齒狀的裁切線 看到出來嗎 有沒有是鋸齒狀的 不是直線的 看得出來嗎 所以它放下來的時候 很服貼 就那個 形狀很漂亮 對 這個 就像我們在點剪一樣 有沒有 的那種感覺 可是用這種高打拔量 高中低來用 三串 一下子就好了 它放下來 整個就很柔和了 如果由下往上 這樣剪上去的話 整個很硬 整個髮型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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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由上往下 這樣使用會比較好 這樣裡面就有高層次 整個髮型很柔和 從上面蓋下來之後 重量脂邊 整個臉部 側又會變成 頂部的地方 已經貼進去了 頭就慢慢的 有形狀出來 完全沒有違和感 但是 筋力很短 可是頂部實際 是很短的 可以用這個方法,你們回去試試看 如果我們剛才他中層的那個低層次的角度有留的話 容易亂翹,所以老師再幫他檢查他之前剪的那個低層次的,有沒有剪好 再幫他檢查 好嗎? 快好了嗎?那個燙法 好了 OK 幫他摧乾一下 摧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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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時候就開始幫他加一點滑減 我們等一下看,剪完頭有沒有比較遠一點 從中層 我們想要看頭遠一點嘛 所以中層的地方 就一下低層次的方向來下刀 一、二、三 老師比這個三個位置 這是低層次嘛,對不對 我們都按照早上講的那個理論的原理,這樣的方向來下刀而已 而且不是在刮法片 我們要的位置,剪刀只是放進去,合起來這樣而已 然後直的髮片 我們後腦勺的部分就是都是直的髮片在控制 因為它是堆疊起來的,頭才會撐起來,頭型才會漂亮 這邊加入了低層次的方向的划剪 另外一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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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是第三層次的方向 是這個低層次的方向的划剪方式 然後這邊會很溫和 然後這邊會有很多 它是中層的方向 頭自己比較膨脹的方向 頭部就比較膨膨脹的方向 頭部都這麼膨脹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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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邊扁的 因為他這個同學的那個頂層人 法量沒那麼多 所以我們下道的角度就很重要 就稍微角度就小一點 我們在裡面的空間是給他小一點的空間 因為法量沒有很多 我們就按照客人的法質、法量 來調整我們要下道的角度 今天沒有拍攝影像嗎? 對 來到了嗎? 對 但是他要拍攝影像嗎? 來 這邊有沒有這個膨度 還有法術線條就跑出來了 看得出來嗎? 有沒有他的法術線條 然後他後腦手的膨度 然後臉的周圍 然後臉的周圍 我耳朵掛給他嗎? 同學你朋友會勾耳後嗎? 蛤? 蛤? 我 喔 他媽你耳朵掛給他嗎? 掛給他 掛給他 會勾耳後嗎? 對對對 我們家裡面如果這樣撿出來 臉會看起來比較小 因為有些客人會勾耳後嗎? 對 耳朵掛給他的話 如果你勾耳後的客人 顔周圍 你是在問呢? 你臉的周圍 很容易短的頭髮跑出來嘛 對不對 如果勾住的話 所以這裡要下刀的話 在拔尾的地方就好 不要在髮片的中間 要不然他勾耳後 很容易短的頭髮都會跑出來 然後再下一個髮片 然後這邊就比較一般的 正常的 正常來下刀 剛才那個只有勾耳後那一戳 不要在髮片中 在髮尾的地方下刀 因為我們慢慢幫他調整 這個髮已經看起來很輕了 在耳朵的後面的地方 讓他勾耳後的時候 如果堆積很多頭髮 你從正面看 整個臉看起來很像四角形 有沒有 臉很大 有沒有看到? 如果勾耳後是不是整個 堆積了 頭髮看起來臉很大 因為我們這個同學 臉比較蠻纖細 蠻漂亮 你勾耳後臉看起來很胖 比較不好看 我們為了不要讓他勾耳後 整個臉 頭髮膨起來 我們在耳朵的後面 我們在耳朵的後面 給他裡面剪一個大的空間給他 用高層次的方向性來下刀 這邊就容易浮貼進去 他勾耳後的時候 臉就不會看起來很大 那你勾耳後的時候 你從正面看 跟剛才是不是有差了 他臉就看起來很小很漂亮 對 就整個臉就整個看起來很小 沒有空空 耳朵後面這樣空起來 你可以跟客人解釋說 我這樣幫你剪完臉的話 看起來很小喔 他就很開心 因為每個人喜歡看起來臉很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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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頂層真的是比較把量比較少 我們就不需要給他那麼大的空間 嗯 你第一次被這種剪刀剪過嘛 是不是很舒服 蛤? 蛤? 他不是第一次 喔 他不是第一次 他不是第一次 之前還剪過老師的課 不是我們用剪刀有幾個 也是我們家的啊 也是我們家的啊 有這個也有 喔 Joyal和光兩人有嗎 也有用這個 你有嗎 光的這把刀剪 蛤? 也有用光的剪刀 喔 光的塞 光的刀剪用的 是刀剪嗎 是刀剪嗎 不是刀剪嗎 不是刀剪刀 喔剪刀 卡豆刀剪 滑檢沒有用過這樣 有這樣被剪過嗎 滑檢沒有 沒有嗎 一家裡的話 斑檢沒有 我們這一支是最強的 剪下去的感覺很舒服吧 沒有扯到你頭髮 當客人被這支剪刀剪的時候 很多客人都會跟他說很舒服 對嗎 舒服 乾很舒服 很棒 快睡著了 下次他在找你剪的時候 你不幫他用這個方式剪 為什麼你不幫我用這個方式剪 拿那支胖胖的出來幫我剪 很多滑檢的座一樣都胖胖的 可是我們這支研磨方式 特殊的開口方式 他是可以確實剪斷頭髮的 因為你們平常在用都是滑動在用 所以他們故意單邊沒有幫你們開過口 不鋒利 不是剪斷頭髮 他對頭髮是破壞掉 是扯斷的 可是我們這支是有特殊的研磨方式 所以是確實剪斷頭髮的 他們照片的研磨方式 都可以把他拿到手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可以把他修改 他用的方式剪斷頭髮的 可以把他用的方式剪斷頭髮 等於我用的方式剪斷頭髮 他不覺得他用的方式 他會用這個方式剪斷頭髮 你讓我用的方式剪斷頭髮 雖然每次都說是滑剪、胖胖的這樣子 可是開口的方式不一樣 剪刀頭髮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我們工廠裡面有30個人在做剪刀的職人 可是他會維修這把滑剪的剪刀的職人 他會只有4個而已 因為他怕這個技術被外面的人學走 所以就是他如果不夠資深的話 不會把這個研磨方式交給他就對了 我是其中一個會磨這把剪刀的人 前面有點太長稍微修短OK嗎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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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招待一下 很明瞭 最會發生的 最會發生的 唐人 最可怕的是 威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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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